原标题 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军队为何不肯扫河内中国和越南之间爆发的边境战争 也就是中方所称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这场战争的起因究竟是什么 战争进城及胜负如何 战争对交战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和军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香港军事专家扬打 对德国之声记者谈了一些显为人知的情况 1979年的事件还是个冷战的事迹 当时的苏联和美国两大超级大国对立 形成东西方阵营 中国自命为第三世界落小国家的代言人 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还远 不足以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匹敌 相反 由于中苏交务 苏联又拼命拉拢中南半岛小国越南 从战略上对中国形成了一种合围的态势 70年代的乒乓外交为中美恢复正常邦交拉开了序幕 中美相互靠拢 无疑令苏联和越南感到担忧和恐惧 越战结束后 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在中南半岛扩张势力 推翻柬土战 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政权 试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 这当然为中国所不能容忍 并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 北京政府当时是支持红色高棉政权的 中国领导人认为是到了该支持苏联的亚洲古巴 教训教训这个越南小霸王的时候 乒乓外交为中美恢复正常 邦交拉开了序幕战争的直接导火索 使越南越来越疯狂的排华国度 以及双方的领土争断 香港进会大学欧洲文献中心主任 军事问题专家杨达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1975年越南统一后开始排华 这是中国担心的一个问题 刚开始十越南在刚刚统一的南方 将比较富有的华人排走 后来连北方的华侨也被排走 中越关系开始恶化 此外 在南中国海上中越之间也有领土纠纷 涉及到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这也是中越敌对的原因 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中国战士 据波及影响的澳大利亚时代报 在当时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 大批华侨被迫逃离越南 该报在对为数众多的难民进行采访后得出结论 可内要对争端负主要责任 越南北部的难民潮早在1977年就开始了 1978年达到高潮 在排华浪潮中 华与政府官员被解职 独立开业的商人被迫请接 华人学校被关闭 在所谓的战略要地 华人要接受忠诚测试 直至被驱逐 而在南部 大约三万家华人商店被迫关闭 在政府的受益下 富有的华人被迫缴纳多达数百万美元的出净税 并被赶上破旧的渔船驶向陆海 此外 越军在中越边境不断骚扰 因此 中国在阐述战争理由时 将这场战争定义为自卫反击战 但是 看一看当时出版的新德意志报 就会了解到 当时的国际舆论对这场战争的反应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指责中国入侵越南 为数众多的西方国家 也持同样观点 亚洲国家如印度 日本和蒙古的 也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 苏联则更不用说 当然 中国在打这场战争 实对苏联并非全无顾忌 但军事问题专家杨达认为 中国之所以敢对越南动手 而不怕中苏边境出现战事 部分原因是由于苏联把注意力转向阿富汗问题 1979年2月17日 中国解放军对越南发动了进攻 1979年2月17日 中国解放军动用20万人的兵力 在772英里长的战线上 对越南发动了进攻 在两个星期的战斗中 虽然中国军队伤亡惨重 但向越南一方推进约40公里 2月20日 西县大军攻克老杰 京朗多 封上 3月4日攻克沙巴 东县大军同日攻克亮山 越北各重镇为解放军控制 而亮山以南皆为平原地带 是和中国装甲部队作战 越军再也无险可守 但中国军队没有将初期战果保持下去 与其说是出于限制冲突 扩大的政治考虑 不如说是装备不足所致 阳达队两军装 被情况进行了对比 那时候解放军的作战经验不强 在攻打亮山 老街等其他边境城市的时候 付出的代价很大 比如说解放军的坦克 很容易就被越军打垮了 坦克质量很差 有的炮弹不会爆炸 有的炮兵部队在战争头一天 所发的炮弹的数量比过去20年所发的都要多 而越军方面1975年越战刚刚结束 作战经验丰富 手中握着缴获美军的装备 苏联援助的大量军火 以及过去中国的支援 所以如果再打下亮山之后进一步行动 对切放军是很不利的 从武器装备上来说 越军士兵当时普遍装备AK冲锋枪 而中国士兵还在使用56是半自动步枪 空军方面 苏联援助的米格21和米格23间机机 已是越军制式装备 而同时期中国还在使用歼6 即米格19 56是半自动步枪 杨达也谈到了中国军队暴露的问题 技术上来说 1979年时中国军队作战的方法 还跟50年代差不多 中方没有出动空军 因为那时候的飞机 特别是尖机机没有全天候作战能力 白天可以作战 其他时候作战能力不强 现代化的战争是不可能这样的 所以解放军不可能在越南有什么作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